六中全会就今个星期一至四就举行了 彭博就有个数据 就是说过去十年 中共的全体会议之后的一个星期 其实护心300指数都是做好的 亦都市场有些憧憬 就是说六中全会之后 有机会就内地会释放一个 就是宽松银筋的措施 你觉得星期四打后 能不能带动港股有一个比较似样的反反反 就是维稳 你说六中全会会不会维稳 是有机会的 内地偶然都会升上来 接着说国家都要入市 但问题是我们怎样去捕捉 从来证实不到 就是我们会不会去这样捕捉 或者我们会不会用这种心态去买股票 真是不建议的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就先抹一遍 就是你如果突然间一厢情愿 觉得电梯跌得很深 你可以衷敬一下 但是事实上如果在投资角度上 就不会想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行之落到这些位置 我自己看越来越高的直播率 因为讲第一方面 那个图上算不算很差呢 连跌了也不知多少 中间试过结束了一个七连跌 但其实整个下跌很明显在 但问题就是说算不算回很多 我们看一个用最简单最肤浅的角度 就是说由十月底 我们想说第四季投资的主题 十月底 二三六八一这些位置见了底 现在升了差不多接近1500左右 开始回落了 是不是回落了才回了多少 如果用比率去计算 现在正正回落了0.618左右 昨天的低位是多于0.618 0.62左右 但问题是昨天收市价不是这些位置 不是收全日低位 如果指数慢慢在这个水平上 247了这些位置 247了 找到支持位置的话 我们不预期有一个很深的V型反弹 但是接着走一个头肩底 那就再进一步确认那肩底 就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永远都说肩底回升的两样东西 我们不预期第四季 就将第三季的跌幅收复 就是说做完头肩底 走 11月做完底部 接着12月就升穿颈线位 下年1、2月 去到两万 就是量度升幅 算是2万7、2万8左右 这个想法我觉得OK 但是你如果纯粹就觉得 7、8、9月份跌了很多 我要10月、11月、12月份 每个月升到2千多点 收复失地的那些报复式反弹 那就真的应该无微可能了 我觉得港股 如果你说这一刻你不开心 因为美股做得很好 港股做得差的 抹住这个心态 是 跟不上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 很多时候这段时间调整 我们看到美股升跟不上 美股跌的那段时间 港股又跟着 但是你想想是发生什么事 所以当你不想发生什么事 你会不会不舒服 这段时间你越做到功课 你的EQ会相对比较好 原因就是 这一刻市场流动性是充裕的 美股是在炒这一件事 是 其实在市建顶前一天 是 见到10月11月份高位的那段时间 前一天 就是2万6千2的位置 是 印象有一间大行 我忘记了哪一间 好像是瑞银 发了一份报告 下年行只看3万7千 是德银来的 是德银 德银 对 对 德银 德银 德银行 德银行 我们不要斟着 它的目标价有多少 一出现报告的市跌 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去看 是 但是其实现在看好股市 最主要的角度都是说 用一个角度就是说 资金无出路 负利率状况仍然会在 这件事是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一刻负利率 我资金无出路 我就去买美股了 所以问题就是 如果美股有条件 做个健康一点的调整 开始没那么多东西炒了 其实市场是在想 不是只是港股受惠的 很多新兴市场 这段时间因为资金流走 而导致股市做得比较 立一点 慢一点的地方 有机会收复一些失地 所以大前提 当这一刻美股这么强势 港股我们期望是 港股处于一个整股阶段 相反地就是美股肯定调整 港股可能才会有一个温客 至少 真的我们在这一栏 都是值棒的 营造像 Builder 而然这次 就是我们在这一栏 北京的 我